以前素佳用眼閉 現在素佳用紙閉 素佳也算是我的喜好 看多一些魚蛋燒賣、牛雜大腸 還有些煎藥十幾多寶 紅紅的鍋、濃濃的滷水汁 就算是什麼吉品包都要死開一二面 小時候試過豁出去 用五十元在旺角賣煎藥十幾多寶做Lunge 我見到老闆娘她給飯給我 我想我不是叫炒飯 老闆娘說不是炒飯 裡面全部都是煎藥三寶 一打開真是醬糊糊 浸香味我還記得 那天還差點成為香港開埠以來 第一個吃煎藥三杯飽食的中學生 有時候見褲丹有些省子都不需要多說 立刻讀一串魚蛋去慰慮一下五藏廟 三筆、七筆的年代我都記得過 還是用硬幣找數 感覺差不多 只要去到近幾年 我發現咬一串魚蛋 竟然要用到一張花蟹 我真的有點問心 我曾經看著一粒魚蛋去研究 心裡想 啊 在哪裏著頭呢 賣成十元 魚蛋都是來老貨 Warrior Fishing 當然 十元寸都未去到最盡 現在已經發展到群磅式魚蛋消費 魚蛋價格歧視和最低消費 所以說這個時勢開魚蛋當 你沒讀過econ真是很吃虧的 以前掃街 你從街頭掃到街尾 想打散一百元紙 分分鐘都吃死你 現在掃街 我掃到中間已經要走 為什麼 要去ATM按錢 我經歷過泰安流減價錢的年代 三元一吋、十元一碗 是很難去接受現在這個定價 不過 我都明白 是難怪魚蛋當不當主的 我和阿強去研究五彈 九元一吋 我一會吐著 一吋著一吋 我真的要問阿姐 說他們不貴 不要發吧你們 阿姐挑一聲 就說人工又貴 租又貴 食物又貴 他們都是賺點錢 當成員工 阿姐 最後補了一句 都是穩實 嘩 才會補上的是真的解答 她說得沒錯 人工貴 因為辛苦苦 人工低 不如拉中央 人工都要穩實 我和阿权听完之后 开乐觉得这个世事都被我们汗头了 阿权口中的鱼蛋 少许不过 业主要找食 荡主要找食 个个都要找食 我们就是那些食材 对的 的确 航浪报仙 皇上最后